很高兴我们也回到AI人工智慧的课程 今天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在深度学习里面的进阶课程 课程36 我们如何利用AI人工智慧的技术 来去做所谓的COVID-19 以及所谓胸部的X光的一个资料库 来去做所谓新冠病毒还是普通肺炎的病毒的一个分类 在今天诚实办例 我们将使用胸部X光片的资料库 来去做所谓二元分类 还有多元分类 就是所谓的Classification跟Multiple Classification 好那就让我们今天开始吧 在上一个课程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如何利用所谓WHO的即时全世界各国回报的资料 来做所谓的Visualization四节化 来看一下所谓的冠状病毒目前的一个情况 并且用所谓四节化来看一下每一天的一个曲线分布 那我们今天再接下来如何利用所谓冠状病毒的资料库 就是所谓的X光片的一个dataset 来去判别新冠病毒呢 还是一个肺炎还是一个普通的病人 那在这个今天的诚实办例里面 我们来做一个二元分类还有三元分类 首先我们先来准备一下今天课程所需要的资料 你可以到你我互动学习原地去把今天的课程下载下来 那同时也帮您准备好了Python程式语言相关的部分 如果您对Python程式语言不熟也没有关系 我已经帮您准备了一些Python程式语言一些基本的指令 您可以到这边来复习复习 如果您已经忘记的话 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 以及课程的内容的一个布置 首先到你我互动学习原地去把课程下载下来以后 把它unzip 然后再到 然后再到所谓的Google Drive OK里面去下载Copy 19的资料库 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好你进到这个的网址以后 就到了Google Drive里面 你可以直接去把所谓的Copy 19的 Gradity Descent OKZip也大概147个MB 一个所谓的X光片的资料库 你把它直接下载下来 然后按照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了 那Data是今天我们相关课程需要的一些图片档 那Content的话就会按照这样去配置 有所谓的2还有2 就所谓的2元分类 还有所谓的多元分类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3元分类 那整个Python里面要Trending Data 还有Testing Data 有Copy 19还有Normal 就是所谓的是不是一个Copy 19新冠病毒的一个X光片 还有一个被标记 不是一个新冠病毒的一个X光片 那么在All这个地方的话 有Testing跟Trending一样 包含所谓的Copy 19还有肺炎 还有一个普通的 一个X光片分成两个 那么我们也会在这个课程里面自己去跑程式 然后就会有一个Copy 19 Binary 还有一个Copy 19 Multiple的一个.h5的一个档案 我们把它存起来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多跑几次了 好 当整个配置完成了以后 那今天的男主角就上来了 那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AI人工智慧在计算机视觉里面 应用在所谓的生物 医学的一个图像辨识 相信大家都了解Copy 19 不管是冠状病毒 新冠病毒 在全世界搞的鸡飞狗跳 那在这个图片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新冠病毒到底长的是什么样 那么如何在所谓的一个X光片里面的资料库 来区分出来什么是普通的肺炎 什么是所谓的冠状病毒 Copy 19 那如果利用AI人工智慧 如何能够帮助所谓的医疗体系里面 加速以及帮忙医生里面来去做所谓的一个分辨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在所有的研究报告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在所谓VVLAB里面的 网人CIRS理工大学UPB的一个研究小组 开发了一种预测人工智能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能够透过所谓的胸部X光片 来分辨所谓健康的患者是不是患有所谓的肺炎 还是所谓的COVID-19的一个患者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所以UPB和所谓的CBVLAB的一个主任 他这个教授Valary表示说 这个模型在最初的实验中已经被证明出来 它有很不错的一个分辨的能力 甚至于在分辨不同类型的患者的时候 它的成功率可以达到92 所以在预测冠状病毒 新冠病毒的病例的时候 使用的演算法 到底是如何来应用它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 那是否来确定X光片里面 是否它是一个COVID-19新冠病毒的患者呢 当模型被训练完毕了以后 在一个新的一个X光片从一个患者得过来 然后我们用模型来去判断这个X光片 是不是具有所谓的COVID-19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患者 那么它指出来 这个模型的成功几率可以达到97% 讲得那么文周周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来看图说故事 在这个图表里面的上半的前面的三分之一 你可以看到在X光片里面所显示出来的 这是一个所谓健康的一个X光片的预设 中间的那个部分是属于肺炎的一个预测 而在所谓的图片的第三个部分 最下面的三分之一是一个COVID-19 在模型所判断出来它具有所谓新冠病毒 大家都知道给新型的冠状病毒COVID-19 在2019年12月份首次出现 然后迅速到全世界扩大 变成所谓的一个大型的一个传染病 所以对日常生活 还有世界的公共卫生以及群体的经济 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那事关重要的 是不是能够提早发现 人有没有带有所谓的阳性的一个病毒 那提早的来防止这种所谓的病毒的传染 这就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了 那有没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工具 简称工具箱来帮忙所谓的医生 帮忙所谓这些的医疗体系 作为所谓的辅助工具 来帮忙医生们来加速做这方面的检验 所以使用放射性的这个技术 像是S光片啦 透过做到是检查所谓肺部 是不是有被感染 这些的图片就包含所谓COVID-19 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的来源了 AI人工智慧 X-ray的放射性的这些的S光片 的一个结合 来帮助加强以及增加这个检测的这个能力 特别是在所谓的COVID-19 这个所谓的传染病 并且还可以帮忙克服在偏远的这些的医疗 你可以直接在那边造完S光 把所谓的S光片透过所谓的网络网路传给所谓的专医医生 来去做这个判断 所以在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所谓用所谓的原始的S光片 自动检查所谓COVID-19的这个模型 所以提出了所谓的模型可以做所谓的二元分类 刚才所提的就是所谓的COVID-19 还有没有症状 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多元分类COVID-19 没有症状 还有一些普通的肺炎 也不要做到所谓的误判 然后提高所谓准确率 那整个模型针对于二元的一个分类 还有多元的分类 那么都可以产生很高的一个辨识率 那么不管是在.NET OK一些的论文也已经提出来了 大家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基本的模型 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不管是二元还是多元 我们把这X光面透过所谓的计算机视觉 OK 透过一个所谓的模型 CMN 然后把这些资料库透过模型来学习它的特征 透过所谓的Label 不管是二元还是多元 我们来判别 由医生的专业来判断 OK他是没有 他是普通的患者 还是肺炎的患者 还是所谓的COVID-19的患者 这样整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电脑视觉来加速所谓这方面的判断 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所谓非常重要的一个论文的参考 就是detection of the COVID-19 from the chest X-ray image use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所谓的这前期透过所谓胸部的X光片 来去做所谓的一个判断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来看一下整个论文的出处 大家可以来花点时间来看一看 好在这个地方有所谓的论文的参考 大家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参考参考看一下 这些论文提出来的一些东西 还有第二个 COVID-19 detection of the COVID-19 from the chest X-ray image 等等 好讲那么多 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程式办例 我们使用BGG16这个model做所谓的transplant learning 然后做X光片的一个检测 是不是含有所谓的COVID-19 还是普通的肺炎 还是没有任何的症状 所以呢我们的程式分成两个 一个叫做二元的一个病例的一个分类 一个是所谓的多元病例的分类 就是三个 当然你也可以加更多的资料 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库 你可以分成所谓三元四元跟更多元了 好首先我们先导入 今天相关的城市需要的一个韩式库 包含所谓的Warrant Message的韩式库 把所谓的Warrant Filter Warrant OK放进来 然后接着我们来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GPU 如果你有GPU就很棒了 没有GPU也没有关系 在今天的资料库不是很大 不会花很多的时间 好 我来我们执行一下 如果像我有GPU的话 我们就要在所谓的Import OS里面去调整一下哈 这个GPU 然后检查一下Python的版本 我这边是3.67 Keras是2.24 好 差不多了 我们就接着看下去 在今天的城市半律的前半段 我们来检测一下所谓X-Ray里面的Copy 19的二元并利的一个分类 好 那首先先别忘了我们要绘图的话 在Jupyter Notebook我们导进Metal Paralypse Inline 接着我们把Numpay Pentascan OS import进来 好 接着我们来设一下随机种子 然后把TensorPro importSeed RandomSeed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哈 有很多种的设法都没有关系 我们来把它import进来一下 并且设置 好整个资料库部分我们先来设定一下 刚才有看到吧 有一个所谓的2的一个资料库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整个download下来从Google部分作者把这个所谓的资料库提供了给我们 所以我们放到content里面有一个to跟all 这边的to就是所谓的二元 好不好 all就是所谓的二元以上称为 那这个地方是三元 那就让我们接着看下去 好接着我们用OS里面的help的一个help里面 来去看一下list directory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功能 如果大家不熟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利用help ok这个的韩式数来看一下 oslist.directories ok看一下它基本的东西 help非常的好用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可以用OS的list directory 到content里面去发掘它里面 all 还有covid-19 data grading grading rescent rescent.zip ok那是我放的 通常你不会放进来 你会把它拿掉 所以你有一个all 跟to 这两个 所谓的folder 文件夹 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OS的input list dir3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 为什么你就不需要cd来cd去change dir3了哈 好你可以用所谓的list dir3来check一下 那里面content里面的tool啦 里面的training training里面有covid的资料 还有normal的资料 所以在二元分类里面 我们只要检查它到底有没有 ok covid-19阳性的这个的反应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cas1 covid-19跟所谓的normal 一个正常的一个患者的情况 然后我们用bgg16做所谓的开头 首先怕大家忘记了 我也忘记了 所以在image的data pre-processing 包含keras ok 在这里 还有所谓的tensor pro 在这里哈 大家可以看看 tensor pro keras做pre-processing image 的资料的预处理部分哈 好在这个地方包含的tensor pro keras 当成backend tensor pro keras model model loading the model layer blattens dance drop off 不念了 最主要的就是把keras里面的vgg 这个模型把它放进来 然后也把所谓的optimizers adden rms pro denton 大家应该都非常熟了 一样画葫芦 这边还有个tensor pro 可以call back ok 如果在模型在跑 都没有什么特别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暂时把它停下来了 好在整个的路径 content to training content to test ok image ok 150 lens 看它的长度 batch size 10个 100个epical 然后learning rate 0.05 0.005 好 training set ok 因为资料不多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data generators ok 为什么来看一下所谓的keras 还有所谓的data pre-processing 然后呢 就有所谓的training badge ok 从training data generate brought from directory 直接从所谓的文件夹里面拿出来去做所谓的资料预处理 好 还有validation badge ok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执行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104个image 属于两个class 26个image ok 两个class ok xvalidation 我们要训练模型 另外验证模型 好 这时候我们从vdd16做transfer learning 然后修改上乘 相信大家都熟了 如果vdd16的透过CM模型的最主任情况是怎么样呢 keras import model keras import layer vdd16 import进来 然后相关的放进来 包含optimizers 打导进来用image net 相信大家都说input size 15153彩色图片 然后呢别忘了ok composition base training the ball 要不能呢 要不然整个模型会重新训练 所以我们把所有image net 里面所训练的东西 freestand那个地方 把最后的部分提炼出来 重新来训练就可以了 ok model screen shoes ok 然后加上所谓的composition base 就是这个vdd16 然后再把它摊平 然后加上256个dance 然后一个输出 然后finally classification 这时候用addend optimizers learning rate 0.005吧 没错 0.0.0 一个5 然后model competitors 执行一下 然后执行完毕看一下 model summarize ok你可以看到最后这层就是512 然后放进来vdd16 摊平 然后再放一个256 然后一个类别 哦 也有1600多万个 1600 1600万 812 2353 那么多的参数 trainable 200万还好 不可以trainable 因为我们把它freeze起来 最主要的就在这个地方 freeze起来了 就是composition based trainable 如果你对这个不熟也没有关系 还有在所谓的AI人工智慧进阶课程 在深度学习里面的课程十一十二号都是在介绍所谓的pre-trained model 还有用所谓的vdd16 大家如果不熟或忘记了可以到这边来复习复习 好model设定完毕了 利用VGG做transport learning 然后model也检查完了 开始训练我们的模型 然后check一下所谓的training and validation 这个所谓的pitch size 然后开始 去做training 如果你不是GPU 你可能要花点时间 ok 我们做100个epical 每个epical大概五秒钟 我使用GPU 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好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花了100个epical 一个epical大概是在GPU 大概是2到3个second 好 他准确率 还有validation 0.95左右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100个epical的相关资料 包含los validation的los ok 看了一大堆 这时候 我们来做视觉化 把这些100个epical的参数 训练的都把它pring out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别忘了 med polyps p1 plt 如果不熟也没关系 复习复习就可以了 这时候呢 prod accuracy is lost 这时候有result 100个epical 好不好 大家看一看 不会太困难的 相信大家都没有问题 好 这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准确率这样的画出来 都还算不错 好 然后 所谓的 lose the training loss 跟testing loss 都非常的低 好 这时候别忘了 model safe 快把COVID-19的binary把存起来 这是我们来做Evilage模型训练完毕了以后 我们要把所谓的training data spark image ok 也要两个类别 然后别忘了要去做4255 normalizers normalizers 别忘了 因为也要做image的data generators 别忘了 一样画葫芦 从testing data generator from proved from the directory ok 别忘了 不熟 就到这边来看看 不会太困难的 这时候binary 进来 好 别忘了哦 shuffle 要放force 在这个地方有提到 在imulation的general rest 每一次的model predict 结果都不一样 ok 在这边有一些的解释 大家看一看哈 好 特别是在所谓的这一块哈 要image data generator 这个地方 我们的shuffle要放force ok 为什么呢 这边就有一个解释哈 好 这时候我们就来做一个reset ok 这边没有做哈 两个18个image 两个class 然后做一个generator reset test accuracy 然后来做一个预测 好不好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 好我们接着来四句话 把这些x光片放到已经训练好的模型里面 然后用cv2 ok input cv2 med polyps image ok 导进来 好 别忘了 我们要把我们的那个index ok 放进来 这时候testing的 testing的 testing the archery 哈 要没有看过的这些的x光片 ok 利用模型把它放进来 然后转换变成rgb ok brg 变成rgb哈 好 这时候image the cv2里面 comport to the colors 然后pixel to image 然后show the image 然后大过0.5的 我们称为正常 小过0.5的 我们称为 冠状病毒 好 当然你可以去设定不同的这些的参数 我们不是专家要去问所谓的医生哈 看完所谓的x光片以后 好不好 所以他判断这个地方有99.99%是冠状病毒 然后 这一张是所谓的99.79 透过所谓的模型去验证 去提起所谓的特征是 好 我快看一下哈 这是来张 99点到后面 就是normal 这张相片你可以看哈 x光片是百分之百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把这模型就提供给我们的专业的医生们 让他去做判断 好不好 好像看上去 这个normal的部分 特别高 99.7100的都 他的x光片都非常的干净 在胸腔部分哈 好 好像是在所谓的这个copy-19的地方有一些 白白的东西 我不是很懂 好那就交给专业的医生去处理了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第二个程式范例 刚才看的是0跟1 就是所谓的冠状病毒跟正常的 我们来一样画葫芦 还记不记得在前面的这个单元里面的资料库 我们有所谓的test 还有training 在test里面有copy-19 还有normal 正常的 还有肺炎的 好不好 然后在这个oral里面的地方就有所谓的三个类别 一样画葫芦 我们会把它存起来 到所谓的h5 这样的话 你训练完毕模型 就不是一样 一直在训练它了 好 我们接着很快来看一下这个程式范例 在所谓的multiple class classification哈 在第二个程式范例一样画葫芦 导进来 随机种子 资料库 然后也可以利用所谓的help 来去看OS的list directory 可以 然后content里面的这些的文件夹 然后在training里面就有所谓的covid-19 normal跟所谓的肺炎 然后case2一样画葫芦 这边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所谓的VGG导进来 然后一样哈 他就有三个class哈 160张图三个class 还有40张13个class哈 然后一样VGG16 做transfer learning 在image内上面 先看看有没有直行哈 25 有 然后一样model把它建立起来 freeze前面哈 然后calculary 因为他不能够用binary了哈 要用soda category cross entropy 完毕了以后 先执行一下 完毕了以后 check一下model哈 然后16812867 然后trainingable 别忘了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重要哈 yes trainingable titan force 就可以training了 好 那就让模型去训练它 好 花了100个apical tree training 有三个class 每一个apical大概是四秒钟 刚才在所谓的binary 两个class 还是两秒到三秒哈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results ok 这100个apical 所测出来的哈 好 包含的validation跟training哈 还有loss等等 accuracy 这时候我们四句话一下 就有感了 100个哈 把result result在哪里呢 result就在这里哈 这100个 他lens一下就知道他该画出来的宽度是多少的哈 大家看一看哈 花点时间 这时候别忘了 把它存起来 要跑跑到100个四秒钟也要400秒 别忘了 一样啊 画葫芦在这个地方的shuffle 我们在做evalidation的时候 一样哈 做一个predict 一样要去做numerations 还有evalidation generators testing 一样哈 跟上面一样 27张图片 三个clock 一样哈 这时候 要reset 像哈 解释就在这里啦 evalidation generators reset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预测 好不好 他要generate 哈 Data argument 好 我们接着就把testing data generators 这个地方 好 就是所的evalidation generators OK 放到所谓的这里来哈 把他的index 还有他的这个 原本的资料 然后image一样 跟上面的 binary class cache一样哈 看到没有 这个generator file name 就在这里了 index 这时候因为他有send class OK 所以如果 把title印出来 然后乘以百分比 等于一 二 三 预测这些东西哈 好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执行一下 把这个二十来张嘛 我记得没有错 27张 然后去做一个判别 好 透过的模型训练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OK 第一个是百分之百的 OK 被他称为COVID-19 中间 我们就来看一下 normal的哈 有97.87% 是属于没有的 那么 在这儿最下面的呢 应该有一个肺炎的 没错 99.66 他是属于肺炎的 来看 98.87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category里面判断出来 这些所谓的新的一个没有看过这些的资料 所被模型之前所训练出来 然后去做一个判别 好不好 大家可以马拉去跑一跑 那这样就会更有感了 不管是两个class 还是三个class 你可以放更多更多的资料库 然后来去训练用transform learning 可以减少很多的时间来训练模型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 如何利用所谓的AI人工智慧的技术 在所谓的医学部分 可以去做一些的应用 刚好现在COVID-19在世界上 不是很好的一个大流行 我们可以利用AI人工智慧 不管做视觉化 上一个课程 在这个课程我们做X-ray 在下一个课程 我们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如何来检查到底有没有戴口罩 这三个课程连接在一块 就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保护 如何预测 如何观察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了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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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